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超取教 夏天呢,在哪儿拍都比较容易 因为平常拍节目,看朋友很注意后面的鸟啊,或者松鼠 我就找角度了,找角度希望,因为那边有个鸟笼子 也不是鸟笼子,鸟石笼子,有的时候它会来很多鸟 我记得有一次,不都有十几只二十只啊,不同颜色 人为财死,鸟为石亡 那鸟为了抢石打得蛮厉害的,打得相当厉害的 有朋友留言,其实也不是留言了,它是一个笑话 当年苏联的航空技术蛮发达的 所以一个宇航员呢,宇航员经常上太空 据说因为太孤寂,太寂寞 脑子有毛病,我绝对是笑话 脑子有毛病,受刺激了 所以就去看病理,对不起啊,看病理 那脑子有毛病,大概看神经外科或者神经内科了 反正看神经嘛,你现在医学就这样 大夫就在看病说,哎呀,说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受刺激,受这么大刺激 他说上这个太空啊,太孤独了 苏联原来是,俄罗斯是东正教嘛 他这个教堂里头,老说说有天使 上的有上帝,天上有上帝 哦,上那么高,那地球看起来就这么小 还没找到上帝,天使的毛我也没看着 骗人,全都骗人,全都骗了 那你想想,我又看不到天使啊 我又看不到上帝,非说有 这不是胡说吗,对不对 完全就是胡说了 所以我都跑那么高了,我都没找到 嘿,我找到天使,所以他就精神病了 那爷们呢,那爷们是脑外科专家 是脑内科专家,神经专家吧 哎呀,你说的事挺有道理 他其实如果照你的说法,我也快精神病了 哎,爷们说,说你爷爷,你要给我看精神病呢 你怎么也成精神病了 他说我爸整天看人家什么脑神经外科 跟脑神经内科 脑神经外科应该把脑袋给打开 我也不知道开了多少脑袋了 打开之后我就一直找思想 我怎么也找不着 大学教授打开之后没思想 也是白花花的 旁帝的那个打开脑子之后也是白花花的 啊,哑巴 哑巴跟没有,跟这个龙雅人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我们说这个意思 所以哑巴打开脑子之后他也是白花花的 哎呀,说那天呢,原来的这个 这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政治局的落到我手上,我也给打开了 我一看一眼那东西 啊,没幻象 哎,表面他们都听说不同角度都有思想 我打开脑袋,我怎么也没找到思想 就看见豆腐脑了 完了,笑话结束了 我个人觉得呢,笑话满 其实他的隐喻太深刻了 啊,他的隐喻太深刻了 哎,两人说的都是实话 在现实生活中,在无神论中 他们讲的都是最准确的 打开人脑子没有找到思想 打到,上到天堂 上到太空,外太空 没有找到神 没有看到天使 你说谁错了 他们的共同点错了,对不对 是他们一个是自己错了 而不是他错了 那你说人有没有思想 这事就很简单了,对不对 谁也不愿意说自己是傻瓜 傻瓜他都有思想 他即使只知道吃 他起码有吃的思想 你打开脑袋 你找着吃的思想了吗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这儿找不着 那你上天上找天使你找不着吗 道理很简单 所以证明神的存在 证明佛的存在 你的愚蠢与下贱 都在你提出的要求的过程中 很简单吧 就像我说 你想,现在没有朋友 基本不问了 证明我神的 证明,你要证明你说的是对的 你说的神是真的 我说的很简单 你做梦吧 做,你就证明他存在吧 你给我证明 哎呀,急疯了你 我跟你说吧 那不是出汗不出汗的事 一句话 就是说你是傻瓜中的精品 共产党框架下 教育出来的 傻瓜中的精品 对吧 所以在傻瓜中的精品当中 那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是什么 侮辱人 侮辱人的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就看了一下插播的东西 我就给大家插播了几个推特上 我能看到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这些东西呢 有一些呢是有版权 对吧 就不好办 有一些呢都是民间拍的 它的好处就是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我们就能用 我看有好几个朋友说 他说行啊 现在这视频玩的 玩的有点高手法 那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在我未来的节目中呢 更多的在每期节目中 穿插这种真实的社会反应 而这个社会反应 主要反映在人 作为人的尊严 在中共体制之下被侮辱的状况 有一些东西不好放 有一些东西都非常露骨 对吧 说的露骨的是因为 它本身是一种侮辱的行为 但是呢 它露骨的概念呢在于就是 都是人的 人的直接了 人的尊严被伤害 而出现的场面 大家会看起来真实性 就是那种冲击性会更强 它的真实性更强 如果更方便的话呢 因为最近比较忙 大家知道已经出去跑了 有别的事儿 忙过这段呢 我会走出我自己的院子 走出这院子 到我生活的社会中去 我们用两个视频 我平常拍到的民间的 就是我生活的环境的 周围的日常生活的小故事 我能遇到什么就拍什么 对比我们在社交媒体中 大陆人所做的事情 两个视频对比 正常的人应该是什么 高级动物的人的行为在做什么 大家给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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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只是拿出 我个人很浅薄的 很浅薄的一种看法吧 我只能这么说 网上有段视频呢 大家看一下 拿出 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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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不是 我认为你一言 一个人说什么 我认为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没有共产党子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子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现在别瞪着 共产党太新建中国 太新建国大陆 大面的中国最秀化 这段视频 我现在盘边上放 这段视频 发生在 从他的网上技术 发生在今天的西藏 那你看那些军人 其实给我的感觉 他也是在当地出生的 那他是军人 或者是武警 或者是警察 而被他侮辱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普通的藏族人 他正在唱的歌 是共产党好 共产党的天 共产党的地 共产党的人民 共产党的什么什么 共产党都忘了 大概我原来也唱过 画面显示出来的 就是真正侮辱的概念 这是侮辱的概念 有个推文 我昨天推了 没办法跟大家分享 一个女的应该是 有人说是尼姑了 因为她把头发没了 拍摄的镜头稍微远 看那个镜头 大概有十米左右 女人一丝不挂 连鞋都没有 全都扒光了 但是女人看起来 比较年轻 周围围了很多人 三四个男人警察 在抓着这女人 扭胳膊被踹腿 那从身体的结构上 从身体的表面上 能够看出这是年轻的女人 那些蛮人 她有没有媳妇 她有没有女儿 她有没有妈 这是最简单的 所以在我的推文中 我当时揭示就是说 在中病体制之下的 高级动物的宣泄 淫荡与下流的方式之一 用她的手中的权利 当她感觉上有权利 这个政权赋予了她某种权利 当她穿成内设衣服的时候 当她或者自己认为 拥有这一份权利的时候 比如她是大娘大妈抓儿奶 无论是男人对女人 还是女人对女人 特别是女人 一定罢光了她 一定以侮辱的方式 以侮辱对手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快乐 所以侮辱他人的人 是下流的 是淫荡的 是龌龊的 是连身后都不如的 高级动物的 为欲望 为主要的一种感觉 周围呢 那个视频周围 大概有几十人上百人 大家围着这么看 大家围着这么看 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环境 在西方社会中 我见到过一些裸体抗议的 那一般是女警察出手 那裸体抗议 老爷们这不算了 男女人去 一般女警察出手 所以真正在中共体制之下 是一种侮辱的文化 这种侮辱的文化呢 在我以为呢 他真正反映出来 就是一种生命认识了 他应该没有什么可其他的说 你说他在生命认识上 本身上会有什么太多条 不是 当他的对生命认识 是这种认知的时候 生命式的侮辱呢 也就自然产生 这是一个自然属性问题 因为包括那些围观的人 他之所以 他有各种理由说不干涉 他也不敢管 因为那都是 出手的人肯定是有 出手的人肯定是拥有权利了 但是呢 很多围观的人 他同样抱着一种 满足自己龌龊心理的 是有这种成分在其中的 有这种成分在 其实你就看那个二奶 被大奶打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在西方的社会中不是 西方社会中既是男警察发现的话 他一定找衣服 找衣服给这个女人身体包裹上 什么样的衣服 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规定 但一定会有人找衣服给他裹上 即使他我见到过有路人 旁观的人 那他无论他支持或者不支持 这个裸体抗议的人 但当警察出来干涉的时候 他特别是女人 他出于女人特有的一种 自然的一种保护的概念 他会出手去帮助 那吃身裸体的女人 掩盖住那一份耻辱 那一份羞辱 因为女人用身体抗议的话 是在羞辱对方 是在羞辱对方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 可不是女人在抗议 是女人直接在被权力者侮辱 被权力者侮辱 所以这是在今天 在我个人角度里看到的一个场面 那谈到被侮辱呢 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 红毛九 这红毛九厉害了 红毛九 质疑红毛九的广州的医生 已进入了精神病的状态 进入了医院 然后呢 向红毛道歉 网上再引起宣传打波了 那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 有人会认为医生被打败了 有人有这样的说法 有那样的说法 各种说法 我相信都有 说医生没有坚持住啊 或者医生怎么样都没有 我觉得你都可以表达 但是我相信 很少有人能够设身处地的 能够把自己置身在那个环境中 很少 而红毛九 那能够造成一个 警察的造成这个 就是来怎么说呢 接触事情真相的人 最后以精神病的状态 精神病的状态 向他道歉 展现出红毛九的力量 当然有朋友也说 红毛九 无论你怎么折腾 你肯定完了 在我个人的理解中 我也认为红毛九肯定完了 但是他只不过 他在完的过程中 把同样的对手置于死地 一个医师 如果在被压迫的情况下 成为了精神病 那这个医师在后 在他未来的生涯中 他将怎么面对 他的病人 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 他都是在人生毁掉 之一 红毛药九是毒酒 遭到跨省抓捕 广州医生致歉 红毛撤诉 红毛有已经撤诉了 但是呢 这里他提到 这里他提到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 他没有说 在他的标题中 没有说 批红毛九遭到问话 十二小时候失常 他只谈到了失常 这个报道这篇文章的媒体 香港01 是香港01 我的说法一直说 这是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喉舌 习近平团队自己控制的喉舌 因为批评红毛药九 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的 广东医师谭秦东 上个月被释放回来 上个星期五 11号 再度被派出所叫去 连续接受12个小时 查问后 竟然出现精神失常状态 事后送到医院治疗 在派出所遭到12小时 一般老百姓的话呢 派出所警察就是个臭警察 是个臭警察 但是臭警察他有权力 他的权力 他的权力就是说 他可以在衡量衡量冲突双方 对他的利益的影响的大小 来行使他的权力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力度关系 应该是这样 冲突的双方都会找他们 而他们在判断如何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们将依照他们 从各自对方获得的利益大小 这是很显然的 这是很显然 派出所连续被抓走12小时 那我以为 你或者有正常的司法程序 我没太读过 他一定有 他有正常的司法程序 他在刑法中 在相应的法规中 一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 一定有他的相应的时间上的规矩 对吧 而在中国这个东西都没有 昨天我们跟大家放那段视频 就是香港闹TV的记者 在遭到警察的直接的侮辱 周永康式的侮辱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就显得 我们现在说这个红包事情 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就更加突出了 风轨路转 谭钦东今天下午在妻子的微博上发表文章 向红包药酒道歉 称最初以赌酒的方形容 红包药酒只是为了抓眼球 而红包药酒方面随后 只接受道歉 撤回之前提起的诉讼 那这个小时 那很简单 这件事情就完了 我们看到结果 这个人装疯卖傻 你只能 不知道是真疯假疯 反正他疯了 疯了的情况下道歉 要酒接受了一个疯了的背景之下 道歉的说法 我不告你 这事我们了 怎么疯的 警察按照正常的程序 法律程序 中共的司法程序 把这人弄走去问了 问完回来就疯了 那警察有责任吗 人说警察可以说没责任 反正他没在我们家疯了 对不对 共产党的话 提着裤子不认人 流氓就是这样 提着裤子 甭广说提着裤子不认人 穿着裤子 穿着裤子 脱着裤子 他都可以不认人 看谁干 对不对 有朋友说 你说你这话说的不对 那没什么不对的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 他从来不洗澡 他在女人身体里洗澡 一个讲出这样话的人 他的相放在了天门城楼上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永远万岁 所以跟着毛泽东思想走的人 他应该立志于 也让自己在女人身体里洗澡 而不是在外面 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啊 跟着毛主席走 那如果说从身体力行的话呢 我们网上还有段视频 这段视频很短 要走长征路 要去找毛泽东报道 那里面竟是女人 这是极具嘲讽的一种对比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制度之下 有钱的人 有权的人 有势力的人 他们会在以前为根本 结合在一个成一个完整的势力 来虐杀的这个社会 任何一个角落中 在他们势力之下的人 而他们自己本身 同样可以成为更大的势力的 蹂躏者 被强奸者 被侮辱者 而这是一个 丛林法则的造成的结果 丛林法则的结果的背景 它来自于进化论 对吧 来自于进化论 广东医师谭秦东 去年底在网上发表文章 提到红毛药酒是毒药 从心肌的变化 血管的老化 动脉周样硬化等方面 都阐释出红毛药酒 对老年人会造成伤害 当时的文章点击率 超过了2200次 才超过2200次 而他在今年一月份 遭到了红毛药酒 当地警方跨省抓捕 被起诉 抓了三个月 然后证据不足 4月17号被释放 大家想想 他只用了2000次 他只被翻 被人家看了2200次 那红毛药酒 就用当地的警察抓了他 那抓了之后这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2000万次 哎 红毛药酒会给自己做广告 那这种做法会促成这件事情的膨胀 谭钦东上个星期五 11号接受叫广东东坡派出所12小时 查询后 回家后开始胡言乱语 情绪失控 打自己 用头撞墙 自残 事后被送到广东省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当时网民质疑 那谭钦东精神失常后 是否与警方询问有关 那警方 警方肯定不会说跟自己有关了 对吧 那获释后的谭钦东曾经说 自己所做并不后悔 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这是一个职业医生应该说的真话 他曾经这么说 然后他就 然后紧接着又提到 这更让人困惑的是 等到了今天下午 这应该是昨天 16号 谭钦东透过妻子的微博表示道歉 表示道歉 然后他说 在去年底发表的文章 就是为了不抓眼球 为了能够使自己出名 他承认自己在标题用词上用词不大 缺少严谨 如果该文对该公司带来影响的话 深表歉意 希望谅解 又对文章 又对该文章给消费者带来的误解 也表示歉意 那道歉信如果这么写的话 很完整 对不对 我觉得那就很完整 那这种完整 对应着他自己本身的 被精神病 对应着前后 广东警察的做法 红毛药酒的接受道歉 那形成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就是形成一种真实 就是一种最真实的现实中国社会的场面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侮辱与被侮辱中 因为人在中国社会是高级动物了 高级动物能够存在的一个 他彰显他最大的权力的表彰 一种彰显 就是对人的残害 对人的尊严的残害 他能够勾勒出 他能够表达出 他的力量感 我以为他力量 所以 这是今天每一个人 要 我以为 能够意识到的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 这个问题在中共的历史中 始终存在 我们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习仲勋 据说习仲勋的目的现在非常大 而习仲勋当年是被游街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卡车上是被游街的 那今天他的儿子 成为了党的最高的核心领导人和新思想 到底是共产党侮辱了他 还是他侮辱了共产党 还是他们本身在接受着 包括习近平自己 同样接受着共产党的被侮辱 侮辱 他的父辈 他自己遭到了那样的虐杀 今天他一定强调 要跟党走到底 他没有能力意识到这是一份侮辱 他习近平如果这么走下去 没有能力认识到这是对他自己的 和他家族的习近平 习仲勋家族的侮辱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在人的尊严中 那就不叫侮辱 他只有利益上的 他只有利益上的胜与父 利益上的胜与父 网民热议 解决问题的本质是先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那当然了 所以这是高级洞的做法 道歉的人已经精深失常送到医院去了 大家其实这些留言都没有力量 已经没有力量 完美的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是 问题来了 案件初期自诉案件还是公诉案件 如果是自诉案件 当初跨省抓捕就是涉嫌违法 如果是公诉案的话 那红毛酒无权撤诉 让一个已经精深失常的人道歉 红毛你的力量够大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是对的 他精深失常了 道歉了 红毛接受了 红毛是精神病 对不对 红毛不想这件事情下去 但是呢 他真是红毛 真的是红毛 然后大家一起这件事情 最后达他整理的 没 受讯 我